事情闹大了 梧桐打书骗保的当事人老板下点 刚刚现身晚秋直播间连麦 述说自己当年被坑了二十多个的全过程 喂 喂 谁呀 喂阿车 哎你好 我下点 哦哦哦 回家点回家点 你这 你不要再说啊 什么我骗保 没有没有 说的是他骗保跟你啥事 没没没从来没说你骗保 是他骗保 我刚才在直播间说了 我说没有任何老板 因为跟他老板找他打出的比较多 你也是质疑 但是他的聊天记录里面 是一边跟你这边接 一边跟那个资方那边再接 赚钱的是他跟你有啥关系 你是花钱的 懂吧 听我说 我打这个宝宝 我就是想选他们这一下做保险的 嗯 啥 你想 你想整他们这帮做保险的 对啊 接着说接着说 那这宝我自己打了十几万 对不对 那他妈我自己还亏欠什么叫骗保呢 嗯 那你说这个整他们又是咋的概念呢 那我一定会有结束 那就是看到这些发生的 我不要啊 那就是我自己打算 那就是你打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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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